因為日本對我來講是第二個國家 我也了解他們日本人的思維方式、處理方式 這我知道 中國我最近才從中國回來 因為中國的民權、中國的反應 當然不是最近 但是說至少我對他們也很了解 那麼台灣當然是自己的國家 雖然是離開了 但是我一直都很關心台灣的發展 我喜歡的情侶 那我們來談釣魚台 現在情勢已經安定下來 換句話說 日本政府已經取得 合法的釣魚台的權利 就是向老百姓買了 這個我們就沒有辦法了 因為它是向老百姓買的 代表就是說它是從私有變成國人 這個就是它已經贊助華裔上的這個程序 其實 為什麼在這個節骨裡一定要做這個事情 不管是現在的首相 給人家 家佑或者是說實驗慎難 甚至說實驗慎難難 兒子 那這個是牽涉到日本人自己本身的政治的糾紛 我們知道這個首相已經快下來了 已經都已經民眾 那個民調只有12% 它的下面的一個小澤 小澤已經是判斷了 已經判斷了 但是他要重新選舉的話 要幾個月以後 兩三個月以後 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要促成他老百姓的一種相親 或者甚至他自己的聲望 所以他要在這個節骨裡頭 要動手把這個表演台收尾國有的話 至少在民族主義的 每個國家都有民族主義 每個國家都有 甚至我們台灣也有 本土意義 所以他在這個當中 集結了他們日本人的民族意識 來團結起來 表示說他是愛國的 實際上是關心自己的民族 對他的政治 這個聲勢 也相對的加入了 但是史燕聖誕堂 為什麼很早就要吵這個問題 因為他是有允許的 他張問這個東京都的知識 他已經不能在連任 但是他在培養上的人 他的兒子現在就是 在野黨的自民黨 他要把它培養成幹事長 就比如我們這裡的秘書長 中幹幹事長 那為什麼培養他 因為我們知道 自民黨已經被趕出去 在這個首相的寶座 已經趕過好幾次了 已經好幾年沒有 沒有回到 就像民進黨一樣 沒有回到中央來了 所以他們現在要借這個機會 也要炒作 釣魚排的事情 讓史燕聖誕堂的聲望提高 相對的也幫助他兒子 在自民黨裡面提高聲望 所以他要從頭就計劃 有計劃的就是說 我們中央都要摸一些款 還能去買這個釣魚排 這樣堅哥勤勞 那沒想到他在這個議論當中 被這個首相 用行政上的方便 自己先用政府的律獎金 跟他買了 這像他本來是 煮熟了鴨子又被灰掉了 知道嗎 所以說這樣的話 反而沒有幫到他兒子 但是 螃蟹現在就講到說 這樣好了 你們政府買了這個 尖閣青島 那麼我們東京都 募了這之前 我們在尖閣青島上面 我們來蓋馬頭 這個由我們東京都來出華 喔 他也要婚禮兵 他也要婚禮兵這個聲望 那這個講到就是說 日本人為什麼還是敢這樣做呢 就是說 其實日本人靠的就是美國人 因為美國人告訴他 你去幹好了 你去幹 我把那個直升機呢 就放在那個 油球 那幾架直升機 那個直升機是很容易 發生事情的直升機 很容易故障 很容易就是 在空中會分解掉了 爆破 但是美國人說沒關係 我送22架給你 我22架住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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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人要回到亞洲南 一直希望 衛力軍 台灣 日本 韓國 這是 黃照 第一道線 黃子 中共 第一道線 就是太平洋連進 所以美國人說 你去幹沒關係 我給你撐腰 但是我不正面撐腰 因為 其實美國人暗示 就是說 這個島 將到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 它把那個幾個東西 歸還給日子 所以 所以 李登輝先生 他就說 那個時候 日本人家的事 根本就不要吵了 那我們現在不要管說 到底這個島是誰的 因為 從最早的歷史講起來 那的確是中國 一切是中國 因為 最早最早 就是 那個 慈禧太后 把它封給這個 姓聖仙環 就是 羅正大臣 清朝有個 羅正的姓聖 封給他們說 幫忙幫忙這個島 一起封 那麼從 我們台灣的角度 來看釣魚島 台灣的角度也翻得出來 從宜蘭縣縣的縣制 翻得出來 只要一台是屬移